拉斯玉60公分,第一把抓紧,网一直让对折去拿 这是800型号的网 大网比较难撒 飞盘速的给它摆摆症 这是没有缝隙的铁链 这网非常好用 一把捋到底,捋到紧的感觉 拿这个手去接牢,接下面,一定要接紧 还有挂的现象,给它弄弄好 还有一个手就拿这个位置 然后拿网的手,往外一个抛物性,是一个弧度的往外用力 还有一个手,拿飞盘的手,顺着这个弧度,去转一下飞盘 看一下,是不是一开到顶 800的网 非常到位,对不对 看一下这个网的面积 对吧,开顶了吧 非常圆,对不对 这个网是半指的 还有一指,一指半,两指都有啊 都是可以全开 网一这样对折去拿 然后从内侧拿起少一点开洞门 右手把网里进去,这样顺势一拨 将网给拨开来 就是,链子不要叠加 从膝盖 这个位置慢慢往鞋上放紧 平均分布在五个手指啊 我是这样分布在五个手指的 夹在虎口也可以啊 一直剪到头 左手弯要去调起一两个头 不要调多 将右手的网一定要铺平整 链子一定要全部分散开 剪出一个斜度 左手把网拖起来 拖,一定要平稳的拖啊 然后走到水里去啊 背对着河岸啊 一定要站稳 撒的时候,左手拖着它 左手把网往外侧 翻过手腕 右手把网拉出来 撒网不是说撒开就好的啊 像在水里撒的话 把网解低一点 发力往上 把网往上45度斜角发出去 像这种要控制网的开度 你看 就是说要给它沿丝可风的盖在 就不能发力 这个就是发力 发力就要控制网 所以说各种 环境 你要各种的撒法 你要控制好网的开度啊 比如说打远啊打近啊 都不一样啊 然后控制你网的开度 不要打到数字上啊 像现在就可以 这样 看看有没有鱼啊 这个网是机器铁链网 半纸的网也啊 机器网也可以开顶啊 不多啊 就一个 好啊 好啊